我现在准备救完老挝 需要办理很多证件 证件我已经全部都办好了 包括车辆的通行也可以 也都已经办好了 但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家里面告诉我说 去找科王黄 有一种流叫黄流 但我没有去找 我自己去办理了这些证件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办这些证件其实很简单 打出这一个商务用途 车辆证明的话 就到这边一楼办证大厅去打印 只需要36块钱就可以了 36块钱打印 然后其他的一些证明之类的 就不需要钱了 就直接到里面 开车到里面上二楼去办理就可以 现在的话 我的证件基本上齐全了 包括保险单也齐全了 钱呢 大家要准备一点 中国的人民币 因为到那边的话 要收取200多块钱 陆地间人民币 老挝币呢 最好是换几百块钱就可以 因为 听到朋友说 他说那边换钱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利率也高 所以我就换了几百块钱 等待着在老挝的时候 要给小费的 随后在过安检的时候出现一个大差事 麻烦了 兄弟们 一身汗 弄了一个下午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徒步去老挝 车子丢在摩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按揭的车辆 分期付款的车辆 它是不能随意进入老挝的 需要银行写出一个允许同意本车辆出进的承诺书 听到这里 大家也都明白了 我所办理的那个银行 它是不同意 我开这辆车出去外面的 哇 好气啊 真的好气 在这边半天 最终 还是没有弄好 选择了徒步 本来是 说什么要营业执照什么东西的 我想的我自己去搞 我自己也有营业执照 因为之前呢 自己开 自己开了一个抖音小店 开了一个抖音小店 需要营业执照 自己办理了一个 那个营业执照就可以 偏偏就是 打败我的地方 并不是说营业执照和那些东西 偏偏是第三方的东西 这也给我去老挝之行 带来了巨大的挫折 还没开始 就差点结束了 还好啊 现在时间还早 我刚才也是一直在求职银行 我说这个我要出去一下 我说这里放心 然后怎么怎么 结果你怎么说都没有用的 他怕你把这辆车子开到国外去之后 去国外的话 人生地不熟 万一你出问题了 车子出问题了 那这个是没得救的 老挝 重头 二哥 本想带你开车去老挝 没想到现在还是落寞了 还是坐公交 现在呢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从中国的边境 口岸过来了 前面就是老挝了 赶紧走路吧 加油老表 老挝口岸这边我已经到了 跟大家汇个总 一共花了多少钱 车辆的保险花了120 一个月 第二个车辆的 就是打英文件 花了36 等于这里面176块钱 是浪费的 南俄呢 刚刚路过这个口岸 落地前的价格是220 南俄刚刚在那边有一个 刚路口的时候 他收了个小费10块钱 但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 我一下子对他的钱啊 就是没有那么的敏感 结果就直接给了 10块钱一个人 给高了 人家都是给1万老挝币 3块钱就好 我给了10块钱的 等于就给了30 3万老挝币给他们 哎 长见识了 不过这一次的话出来 现在也算是不错吧 也算是学到了很多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找车 表哥 到时候可能我们会风餐陆宿 你演一下啊 你出来多不容易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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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